第四行 三知识 后代得五法则 对不对 对 将此顿教法门 与同见同行 就是 后代 就是六子以后 要将这个顿教 从环乎地 直接就到达佛地 这一种顿教法门 在同见 见解都相同 然后行持 修道也相同 同见同行 花愿受持 如是佛故 就是我们 愿意来受持 这个顿教 就是非常殊胜的 成佛的方法 我们要受持 自己本身要 要这个受 然后要持用 好像似佛一样 终身而不退折 就是一生 一直到我们一口气不来都不会退 定入圣位 一定就可以成就 一定进入圣位 然 稀 这个传授 从上来 莫传 吩咐 所以我们了解 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有 这个道童 这个承接者 有领这个天命 一代名师 才可以 这个 传授 所以我们 已经 沾到 这个上天大开普渡 也都已经 有这个得到 不得 逆取正法 不可以把这个正法 使众生成佛的方法 把它藏起来 若不同见同行 假如说 这个见解不同 行词也不一样 在北法中 不得传福 所以这个特别交代 就是不同见同行的话 他在修北的法门 那就不要 传这个顿教 神比前人 究竟无异 那样会 神害到 他的 修持的前人 这样也没有利益 那么恐 以人不解 这个 智慧不够的人 不了解 棒持法门 会毁棒 这个顿教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顿教是最上身 可以使我们直接到达佛地 百节千身 断佛种姓 所以棒持 顿教法门的话 这个非常久的时间 百节千身 断佛种姓 都在受苦 都在无间地狱受苦